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柱是观应相声 日知是应兴生先 用神是火陀 祭神是水木 但是呢 这个观星虽然为祭神 有炳火 调喉通关 调喉通关 这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八字格局 就是说这个八字格局呢 有通关 这八字呢 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八字格局 其实呢 这位女士呢 是一位老师 应心为用 为续学老师 续学老师 主公续学的 续学老师 还有一个现象呢 你看他这个婚公似火 色害相通 隐色相行 他的婚姻方面不信心 21岁结婚 去年2018年离婚 离婚呢 这个31岁开始行 行的是丁某大运嘛 2018年是戊虚年嘛 戊虚年嘛 戊虚年呢 这个戊虚人 卸智悲火印心 毛虚和日之四火比较弱 他都是对婚姻方面出现不利的现象 这位女士啊 各方面都是相对比较多 就是老公不争气 有手好前 而导致的离婚 还有一个呢 咱们看一下这位女士的一个八字格局 你看 日干士 鸡坨 日干士 鸡坨 八字中出现了 丙火和鬼水 这个八字格局是调胡得利 调胡得利 这就说明了 这个八字是比较成气的八字 成气 你看日干基土 建由丙火建由鬼水 日干基土为田园之土 得利给瑞 并且有阳光照射 也就是说这个田地里面 你种庄稼 你有水的资瑞 有阳光的照射 这个庄稼才能长好 这是田园 这是日干基土的格局 日干基土由丙火和鬼水相互调活 就是说是成气八字 成气是啥意思 就代表这个格局相对比较高 或者说能够达到事业有成 实际上这位女士是丙科毕一 并且在学校里面是领导 这个八字格局里面 你看日干丙火 日干基土 得丙火和鬼水相互调活 这是属于一个成气的八字格局 唯一不利之处就是日之 婚工 四害相通 隐私相互